歡迎今天回到台灣顧問團 事實上在剛剛進廣告時間的 大家都在議論紛紛講的 就是這個基隆市長國民黨的選情 真的是平平搖頭 尤其這個提名人選黃景泰 那麼當然是因為他在 基隆當地基層有相當豐沛 而且扎實的基層人脈還有實力 所以呢 其實他非常大尾 大家都完全不敢惹他 所以這一次大家顯然看到 這個民主黨林佑昌 他幾乎如果最後是贏的是上的 他這個等於是撿到的 天上掉下來的 林佑昌平時根本 結果選舉的時候在基隆 他平時都駐台北啊 蘇文昌接民黨主席的時候 為了派系平衡 所以拉了李俊逸跟他接副秘書長 然後後來接法案人嘛 所以他主要時間都在台北嘛 那你看他跟民黨的記者互動 其實他真的是比較官腔官調 所以他那種個性 其實他是寫文膽出身 比較學者性格 所以他有距離 他不是那麼的好跟 對 他去基層跟選民 根本無法互動啊 所以我想說 其實林佑昌最大助選人 就是黃景泰 如果不是因為黃景泰出了這個弊案的話 就不可能他會當選 不可能媒體坦塌 不可能民調那麼高 那所以他最大的支持者 其實就是黃景泰 那我會回過頭來講說 對 大家都覺得說 如果說是以正常的 正規的一個選舉來看的話 坦白講他現在無罪之身啊 他甚至沒有被收押 所以你不能夠不顧全他的面子問題 然後他的後續的問題 然後你如何在檯面下面 用一種你最高明的政治手腕 恩威病失 然後讓他不要擋到你 這個國民黨的利益 然後好好的不要選 就是我們選民就在看這個 不過國民黨到底有沒有意識到 事實上基隆的人是不是也受夠了 是不是民心思辨 這裡面我們也講了 姑息養姦啊 基隆市民剛剛講了 如果照剛剛李明顯講 林佑昌也不在地方經營 那就是兩個黨都招他基隆市民 基隆市民也在這裡面 逆來順受也願意啦 要這樣子看啊 馬金如果真的要換黃景泰 就施出殺手箭 該有什麼案子就辦什麼案子 把他送進去 這是馬金如果真正要做 所謂清廉改革 要有斷然處置的話 他就是用這個 沒有什麼虛與蛇尾在底下談什麼 有的沒有的 沒有在這裡面拌弄 或是在這邊畫Plugan 沒有 絕對沒有這個空間 今天要做的就是這樣子 如果你真的 以現在看起來馬金體制下 去掌握的要做的恐怖統治 那你就對黃景泰在這裡面 恐怖統治 是當然啊 法院又不是國民男拍的 以國安會秘書長可以這樣四處去 去走 然後在這裡面 能夠掌握什麼樣的情資 有掌握什麼樣的一個資料 如果真的要做怎麼樣的話 而且前面也看到 連鎮署在這裡面掌握了 應該要有的這個狀況的話 多掌握幾件 該怎麼辦就怎麼辦 這是最好的處置 否則你現在看起來是左右為難 這個也叫自食惡果 不是你養大的嗎 我剛剛講的基隆市的生態 就是 許財力 張通榮到現在黃景泰 大家講議長出身都能當選 在這裡面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養大養成今天這個樣子 然後現在看起來是搬石頭砸自己腳 不要說 林用昌的最佳助選員是黃景泰 是國民黨 是國民黨 民進黨在這裡面如果能夠圖個什麼 就是比爛嘛 比爛到最後就是 欸有一個比我爛的 他就坐在那邊等嘛 只要在樹底下等著等著就等到了嘛 這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 基隆市的一個生態嘛 不過國民黨也有喊出北極合併啊 很多人就說是不是選不贏的就有合併 那就跟當初的那個 五都在過程當中 為什麼會找到五都 為什麼會台南縣市 就是喊架喊出來的嘛 本來三都十幾縣的 搞到最後弄得合併成這樣 合併成那樣 就是一個政治妥協 就是一個政策計謀 今天到現在要搞到一個北極合併 到今天火燒眉毛了 才來告訴你北極合併 這是一個長治久安的做法嗎 不是啊 是你剛剛講了 剛剛委員也在講 私底下也這樣打不贏嘛 打不贏就北極合併 這就是現在的一個做法 委員一直在哄笑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現在這個這個奇蹟 不可能做這個事情啦 那我覺得國民黨現在也沒有能力 做恐怖統治 如果國民黨要做恐怖統治的話 怎麼會選前黃景泰 彷彿這個案子 顯然是對 不僅傷到黃景泰 如果他要對付黃景泰 他也太笨了 因為這樣一傷是傷到整個國民黨 全台灣的選情 所以從這個案子就證明了說 國民黨實際上是沒有能力 控制司法的 這是一個 第二個是說 為什麼基隆這麼重要 人口其實那麼少 可是他就是全台灣的選情的一個展示 那選舉其實最終還是看政績 那第二個就是看你的青年的程度 那政績確實馬 馬總統這幾年的政績 確實是有很多讓人家詬病之處嘛 不要講別的 我講一個是跟藍綠的 各種狀況都沒有關係的 就是一個十二年國教 竟然搞到這樣子天怒人怨 我覺得這是一定要檢討 因為你十二年國教影響的就是北北基啊 你看北北基過去之後 你看各樣各樣的民調 藍營的民調 被這十二年國教打到趴了 絕對有影響好 那你政績不如人 可是你必然左一個 右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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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念不完了 那這樣你怎麼辦 唯一的一個方法就是 現在已經是火燒眉毛了 你現在沒有辦法改變整個結構 你真的要使出你最佳的政治手腕 把人換掉 好 我們先進廣告 廣告之後回到台灣顧問團